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小记者 永晴 我是一杰 你好 你们好 那请问为什么你在做这些过程之前 要先用火烧这个牌子呢 没有 因为大理石需要一定的温度 这样巧克力在上面才不会变得很硬 对 因为我需要它有一个巧克力的韧性 这样我才能去做出不同的这种花出来 对对对 那这些过程完成以后要怎么保存啊 这个它只要在25度以下的话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 如果太热的话就会化掉 那你觉得在做这个巧克力的话 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要控制它的厚薄度 然后和温度是最关键 然后还有就是铲的这个手法 那些手的姿势要放得对 手的力度要对才能铲得出来 这个手对 这样压住 对 这样子不要抬起来 这个手一起往前走 好 嘿 这个手不要往前 对 这还是很难哈 超级困难 还有点轻 那如果说再重一点的话就OK了 一定有点像 对对 对 稍微立起来一点 看别人做巧克力艺术品很漂亮 自己动手做才发现 真是一点都不简单 除了要有真功夫 耐心细心也很重要 对 这个就有点像了 好 我刚看师傅在做巧克力画的时候 看起来真的好简单哦 如果自己做出来竟然变成这样 真的是差太多了吧 对啊对啊 我做的巧克力画比你做的还好惨呢 虽然吃巧克力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 可是要做出好吃又漂亮的巧克力真的很困难耶 虽然吃巧克力会带来幸福快乐的感觉 不过吃完没有刷牙等到蛀牙就糟糕了 巧克力虽然好吃又好看 可是肉量很高 记得了不要贪吃哦 欣赏完美观又可口的巧克力 接下来就来学几个 跟巧克力有关的小主播ABC吧 小主播ABC 查看完了以上的 Chocolate is made from cocoa. Chocolate is made from cocoa. 学起来了吗?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吧! 狗狗是人类最贴心的好朋友,所以赢得了狗爸爸、狗妈妈们满满的爱,简直就是,嗯... 集三千宠爱于一生哦! 所以,一些爱听音乐的狗爸爸、狗妈妈们,也认为,他们的宝贝,想到让儿,也一定会爱听音乐啦! 于是,今年六月,就在澳洲雪梨,举办了世界第一场狗狗户外音乐会! 赶快一起去看看,狗狗真的爱听音乐吗? 澳洲雪梨是个风光明媚的海港都市,哇,聚集了这么多的狗狗和它们的主人,历史上空前第一次的狗狗音乐会,马上就要在这里隆重登场咯! 这场叠开身边的狗狗音乐会,在雪梨哥剧院的户外广场热闹举行! 现场数百只狗狗在主人的陪伴下盛装出席! 哇,各个花枝招展,看起来非常兴奋哦! 好像也很期待这场音乐饗宴了! 因为狗狗的听觉比人类灵敏很多,可以听见很多人类听不到的高频率的声音,所以主办人罗莉阿姨为了这批狗狗听众,运用了哨子,小提琴,各种乐器,融合精神的声音, 听于叫声跟狗狗才听得到的高音频,演奏出一曲又一曲狗狗专属的奇妙乐章 看狗狗们嗨得摇起尾巴,汪汪叫当起合唱天使,这场音乐会应该很成功吧! 音乐会顺利的结束了,不过好奇的是,罗莉阿姨为什么会想演奏给狗狗听呢?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狗狗,实际上的想法是一年后,我和我一起唱歌手,Yoyo Ma, 想不到这场音乐会的由来,竟然和我国大名鼎鼎的国际一流大提琴家,马悠悠伯伯有关。 罗莉阿姨说,她平常就会演奏给她的狗狗听,这次要上舞台,看台上的乐手卖力演出,台下的听众旺旺唱和,这场表演真可说是空前的成功呢! 狗狗到底听不听得懂,也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场有趣的音乐会,不但是全世界的创始,也让狗狗跟主人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美好。 真希望,真希望,我也可以带我的狗狗Kiki去参加这样的音乐会,它已经乐死了! 我看,到时候一定是你比你的Kiki更乐吧! 嗯,我想也是啦! 永庆,小心不要对你的狗狗闯过头咯,因为我看过一篇狗医生的文章,它说,如果狗狗没这好规矩,它就会以为它自己才是主人。 如果你不如它的意,它就会常常生气耶! 真的吗? 对啊,如果把它打翻成太花枝招展,它甚至会觉得自卑,得忧郁症耶! 啊,这就叫,爱之,是不以害之! 嗯,我等一下回去,就先把它打一顿,叫它狗规矩! 诶,但是你也不能虐待它啊! 开玩笑了,我怎么舍得打它呀! 嗯,小主播看天下,我们下次见! 快快快,拿出你心中的爱,爱爱爱,爱把我们炼起来,来来来,为了圆圈说声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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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热情最痛快! 会快快,拿出你心中的爱,爱爱,爱爱! 会快快,拿出你心中的爱!